Maya的手作时光 我是Maya 欢迎收看Maya的手作时光 最近Maya 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那就是 这个 为什么纸巾包一直包 而且一天要包两包 为什么 所以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制作一个 非常简单的 纸巾包收纳袋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有一包纸巾 还有一个A4大小的信封 或者公文包也可以 首先将纸巾包放在 信封的正中央 抓起信封的其中一个长边 然后沿着纸巾包的轮廓往内折 然后将信封的另外一边 以同样的方式往内折 用手掌压出折痕 然后将折好的部分重新打开 利用折痕 我们将信封分成上中下三部分 将上方的部分对折一半 然后将下方的长边折到离折痕大约一公分的位置上 之后先将上方的部分 之后先将上方的部分往内折 然后将下方的部分重叠在上面 折好之后将我们的信封翻过来 然后将左右两边沿着纸巾包的轮廓往内折 将其中一边套入另外一边的小口里 我们的纸巾包收纳袋就做好了哦 我们也可以稍微点缀一下 让它更美观哦 完成了的纸巾包收纳袋 构造很牢固 不会轻易的松开 当我们需要用纸巾的时候 只要从缝隙里面抽出来 就能使用了 而如果纸巾用完的话 我们只要将我们的收纳袋打开 然后重新包裹一包新的纸巾包 就可以再循环使用了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